然後去直接傳到電腦 就是要傳到電腦一般這樣 那他有辦法存在手機上嗎 有沒有辦法這樣 我們可能要問他們 因為我是Model OK 阿娟你問一下 我們等一下請業務證實 OKOK 我說他有辦法把資料存在手機上嗎 是可以啊 都可以 你想要存在哪裡都可以 OK 就你要即時接到電腦 還是你要存在手機上都可以 甚至是你做完運動 像例如說無線 我們做完運動 充電的時候才傳輸 都可以 那你們有做到手指的追蹤嗎 還沒有 我們有 但是我們現在是工程樣品 我們看到那邊有個手套 OKOK 我拿給你看 他這個是工程的手套 基本上我們技術是可以運用的 但因為我們是技術開發的連發公司 那比較沒有針對在運用的事情 所以最後OK 對目前還沒有人跟我們提出 有這個市場需求的量 對所以我們有這個技術 也有這個工程樣品 對 那你們這個是整合的就是一個手套嗎 還是你們其實什麼樣都做出來 其實基本都OK啊 就是因為我們主要就是在 反正你們主要是做這個硬體的部分嗎 對這個硬體 我們主要是這個線 這個手套是隨便一個樣品 我們主要就是Sensor 還有我們的這個Sensor跟線程 就像我們這個身上一樣 對對對 然後最核心最核心的 就是我們Sensor裡面的演算法 對對對 我們比較屬於Focus在這一塊的工程 那軟體也是 你們有在用嗎 還是 但是我們的軟體僅限於就是開發版 OK 對因為像剛才提到我們是算是技術研發的公司 對對對 那如果要推到最終的應用段 例如像End-User這種 那比如說VTuber 那可能要找我們2B Department OK 那去Create一個新的一個 OKOK OKOK 是 因為我之前有去 國外看展 然後他們有很多像是這種東西 類似Rubblecam 然後但是它是 有點像小小的一個一個 然後就內建電池一個小的 所以它變成如果你要追蹤關節 你就這裡放幾個 然後手指頭你也是放幾個 就是小小的 那個就比較小了 因為 IMU的Sensor有分 很多等級 有民用消費級 就跟我們的 就準確程度不一樣 對對對 然後到軍規啦 公規啦 等等都不一樣 對那 像我們的話 Sensor還有分 分就是說 它只是能簡單的做一些Modecam 就是做一些 抓到一些那個3D animation而已 嗯 還是它能夠抓到 我們所謂的Data 或者說一些Fusion的東西 OK 比如說角度啊 速度啊 力量啊 這些都會影響到 你的Sensor的精密度 OKOK 但大小也會有差別 大小也會有差別 所以如果說 你只是要動態捕捉 它能夠抓到 大致的輪廓 那它就可以做得很小 OK 那如果說你要做到很經典 你一面要很多運算的方式 嗯 那它就會做得比較大顆 OKOK 對對對 那甚至說像您剛才提到 帶電池的話 嗯 那每一顆的大小 就不能夠太小 因為電池容量就是一個 另一問題 對 好 OK 所以您是 我是算影視產業 影視產業 對啊 這一套用在影視產業 比較廣泛就是在拍電影 就是說做一些3D的一些動畫 或是在拍電影方面 啊哼哼 是 你們又推到那個市場去嗎 喔 我們又比較火 呃 算是AR、VR這種應用 對對對 類似這種 但是我們比較沒有到影視 好OK 因為影視它要更精細 它要抓到很精確的一個動作 沒有 通常我們就是先抓一個輪廓 然後我們再去細微調整 你說再去細調它的肩部 對 就它有點像那個 儲物型 然後我們再去細微調整 這樣也可以省下超多時間 對啊 其實我們一直在找這方面的一個應用 可以跟你請教一個名片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換你 對因為 其實坦白說 我們公司 因為是在在地台灣的研發公司 我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 國外的那個價格 那一套都是 就是一百萬起跳 哈哈哈哈 Y7XS 都很貴 OCOCO至少也要三十萬台幣 對啊對啊 我們這邊一套可能十萬不到 嗯 對全身性的 所以那個價格 不差非常多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對 做到的事情 應該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是 OK 我給您一張我們的名片 好好好